哈囉大家好我是八九 今天早上7點58分 花蓮發生了7.2規模最大震度 6強的大地震 那據我目前做到這條影片 得到的資料來說 已經有7個人A死了736人的受傷 那在花蓮市區靠近東大門 有兩棟大樓傾斜 那也就是在這同一個區域 因為其實很近嘛 花蓮的人都知道 18年的統帥飯店 對吧? 也倒塌了 是都是在同一塊區域 走路都可以到非常的近 我是蠻好奇的 為什麼都是在這一個區 是不是要派人去查一下 到底是建築設計 那個區域當年啊 那種比較高一點的那種樓都有問題 還是說有挑高 還是那邊地質有問題 我不知道耶 怎麼都恰好在這個地段 而花蓮啊 通往宜蘭的山區公路 崇德到和平這段 走山非常的嚴重 非常的誇張 我就看有人從那個崇德營農場 拍過去哇很誇張真的很扯 那大部分S的人啊 也都在於此 不然就是泰魯閣中橫往台中那一條 那根據外媒跟台灣媒體說啊 這是近25年來最大的地震 僅次於921 921規模是7.3 最大震度是7級 那發生921當年啊 我才快5歲 記憶已經非常非常的模糊了 又發生在斑鐵對吧 而這次啊 雖然我人在台北 但確實晃得太久了 應該有一分鐘吧 而且這一分鐘之後 又陸陸續又來了很多很多這種余震 那導致我真的突然懷疑人生 誒 是否要跑去外面了 是否我應該要找掩體了 因為身為一個花蓮人 地震對於我來說 從小到大 稀鬆平常 每當小時候啊 我那個年代 有外地老師上課碰到一些小地震 什麼一級兩級三級 就會叫我們往外跑啊 然後很慌啊 這時候我們都會取笑他 好像你沒見過世面一樣 而到了大概國中還是高中那個年代 學校就會開始強迫執行 讓學生們到操場啊 或是找掩體避難 不管這個規模大小如何 其實這樣才是對的 不怕一萬只怕萬一 那我這樣就是完全錯誤 然後老舊觀念 我也在慢慢調適 我應該要怎麼改進 然後畢竟這個20幾年的習慣 那請大家不要學習 所以啊 如果你可能在外地遇到地震啊 然後你有同事是我這個年紀以上的花蓮人 有猶豫或是遲疑的時候 基本上你應該就要去空曠處 或是找掩體掩蔽了 當然我不能說全部的花蓮人都跟我一樣 但起碼我這個年代的 甚至我弟那個年代的 我身邊很多人都是這個樣子 那也還好今天啊 那也剛好啊 我們公司今天有外拍八九六四的衣服嘛 準備要推出了 所以啊 我把回花蓮掃墓的這個時間啊 推遲到晚上開夜車 也就是山崩人那條山路要回家 要不是有八九六四這件衣服拍攝的行程啊 我應該是今天早上就要走那條路回家 那估計我應該是S在那條山路的可能性非常大 所以啊 非常感謝八九六四救了我一命 而日本首相第一時間啊 用繁體中文發表在推特上說什麼呢 祝福台灣並且表示可以提供援助 日本人民一直都很感謝你們 十幾年前對我們的那個311地震的救援 還有捐款 以及今年年初啊 日本地震你們台灣人的一些善舉 那日本網友啊 也表示 欸你們台灣開放國外捐款了嗎 我們也可以來幫忙 我們也可以來捐款 這就是善的循環嘛 而在微博上啊 出現了另外一種版本 雖然我也看到不少祝福台灣的留言 但是啊 蠻多這種祝福台灣的留言 多少都是帶一種吃豆腐的 我祝福你們平安 但前提是你們要認同自己是中國人 當然他說的這個中國是中華人民共和國 這我不接受反駁 如果你承認我們是同胞的話 我才祝你平安 當然撇除掉這些 還是有那種不帶吃豆腐了 我就祝你平安啊 天佑台灣啊 也是有 但是 另外一個部分來說 也是不少的純粉紅說 怎麼才S這樣而已啊 地震這麼大了 不S多一點嗎 再大家來看 台灣和日本同時七級多地震 後天來了 日本最有應得 和彎彎連動了 日本和彎彎連動了嗎 廣州發來賀電 湖南發來賀電 把日本沈沒永遠埋葬 給我衝北京發來賀電 就這個親民 耍 海水倒灌全部給日本 四川發來賀電 希望人平安 台獨分裂勢力除外 7點3可不是小數目啊 寶島需要我們的幫助的話 我們可以隨時出動解放軍 去北 隨便開點飛機大炮坦克的 直接駐紮 就解放軍救災最開心的一次了 你看喔 現在還有這個 來自安徽的粉紅說 這麼嚴重 我們派點解放軍去救援吧 派你過去吧 地震 別連累解放軍了 什麼都不應 就嘴硬 勸你善良 那當然啦 為什麼粉紅連日本都嗆 因為日本沖繩那邊也有發布 可能會有所謂的海嘯警報 對吧 所以小粉紅就一直在嗆日本 怎麼不是發生在東京啊 之類的對吧 所以他們才說位置不對了 當然我再次強調 我 我 還是收到很多支持台灣的中國網友 甚至我的粉絲 很多 私信我 也在關心我們台灣 尤其是花蓮 但也不能否認 粉紅群體對台灣 以及日本的主動戰狼 意淫的行為 他們是可以同時並列的 如果以正常國家來說 我們似乎很難看見 日本啊 韓國啊 歐美等等的網友 會有蠻多激素的一部分群體出來 說什麼 台灣活該啊 欸死的不夠 要統治我們 所以粉紅 你千萬也別拿那些 正常的中國網友留言 然後來擋掉你自己 發表那些評論 擋掉你自己心中想要統一台灣 由中共統治的那個想法 說什麼 我們還是有人祝福台灣的 你看 還有一些留言 你們總是說台灣是你們的一部分 你知道中國發生地震的時候 尤其是這次規博又這麼大 總是會有中共中央的人 來到當地 視察 不管是不是聖上 即便不是聖上 也會派總理跟副總理對不對 總會有一個中央政治局的人來 中央的這個副國級的來 那這一次呢 來了嗎 沒有來 什麼時候來 你不來分裂祖國嗎 還是你根本就沒有辦法來 因為我們不同國家 我不曉得再解釋這種無聊的東西 當然我們還可以看到有些中國網友在探討 為什麼台灣這次 這麼大的地震 防止倒的 卻這麼少 有些還是因為這個地裂 地層下陷造成的 我們來看一些留言 別說台灣建築質量還算過得去 地震帶城市的房子 質量都很好 他們經歷過921地震之後 有吸取教訓 所以99年之後的建築 抗震能力都加強了 是啊 該說不說 房子看著破破爛爛 倒也是一個整體 這樣就增加了投身機會 像是日本海底地震倒了一片 還 救援還特別差 地震不只看震度 還要看烈度 地都裂開了 房子再好 也沒用 台灣的防震措施都好厲害啊 這麼嚴重的地震 他們大部分的房子還都是好的 紅綠燈還在運行呢 那個買菜的大爺心理素質 能分我一點嗎 台灣房子好堅固啊 人類在天在面前是多麼的渺小 對啊 這也是我這三四年來一直在說的 也是一直在跟粉紅群體強調的 我們建築品質 比起貴國大部分是真的不錯 那相信大家也常在網路上看到 中國的一些建商啊 蓋樓梯不用鋼筋啊 然後隨便捅一下那個天花板就破了 甚至有一些地方 連鋼筋紅磚都可以用手撥開 這些影片你們去網路上 其實不難找 那去年12月中國甘肅發生的地震 造成了151人的S980人受傷 房屋倒塌的情況非常嚴重 而不是偶發呢 我們花蓮這次發生的 比起前幾個月的這個甘肅 是大非常多的 那他們呢 基本上是很多村都倒塌 對吧 農村嘛 那我們花蓮其實也是一個非常鄉下農村的地方 對吧 你們可以去回看我那支影片 裡面都有一些圖片 還有一些片段大家可以去看 那更荒唐的是 當時他們有非常多住宿的學生 一開始被擋在室內出不來 那很多學校是因為懶的管理 所以呢一刀切在睡覺時間 把所有的門 包括逃生門都上鎖了 這個當初也是你們自己在噴的啊 不要再說我造謠 而最後啊 我們台灣的在野黨 與其支持者在噴 為什麼他沒有收到國家及地震通知訊息 哦 甚至還有人說 你看中國微博的新聞都跳出來了 紛紛痛罵台灣政府 失靈完全沒有預判能力 首先我們來看一下發通知的標準定義在哪裡 地震規模達到5級以上 且 預估至少有其中一個縣市政府所在地區 震度達5級以上 這兩個要同時發聲啊 就會針對震度4級以上的所有地區 發送地震訊息 並不是台灣機關沒有偵測到耶 我一堆花蓮的朋友跟家人 都有收到 甚至是符合這個標準的 其他一些外縣市的人也有收到 那如果是失靈的話 他們也不應該收到 對吧 這邏輯脈絡這樣是對的吧 但如果你沒有收到 花蓮這個重災區 有收到的話 那就代表不是他失靈 而是規定的問題 而且在晃了一分多鐘之後 我手機有下載那個APP 好多新聞都跳出來了 你們不要為了黑而黑 然後站在這個中共的那一邊 然後去讚揚他 然後拿來扁低台灣 不要做這種有利用價值的笨蛋好嗎 如果你覺得 任何地震一級兩級都要通知的話 請你們上街遊行 請連署表達訴求給政府 國家賦予你的權益 對吧 達到你希望修改的標準跟定義 如果你們那樣的人 是多數希望這樣改的話 一兩級地震都要發通知 那你們就去做這個行動 請付出你們的行動 任何國家的人 爭取自己權益跟民主的時候 都要付出行動 你們當然也要付出行動 不是靠一張嘴 就能改變什麼事情的 不然你們就是為了噴政府而噴政府 不是為了真正希望台灣 要按照你想要的那種模式去發展 所以建議你們先去噴一下國民黨 國民黨團在前幾天提案 表示要修正緊急預備金 要先經過立法院的審議 否則刪除淡書 現在國民黨團又說什麼 花蓮地震要比到921的撫衛跟輔助金 所以到底是要給還是不要給 是要很快給還是慢慢給 等你們排案審議通過了再給 還是怎樣 你們到底要怎樣 所以您簽名連署的是 刪除我們的緊急使用特別運算囉 要得到立法院的審核通過 才能使用中央給的救助錢的意思嗎 是的 目前規定太籠統了 假設國家要發動 但真需要的經費 依照目前法令 是不需要經過立法院同意的 而國家重大經濟變故 是不會隔天醒來就突然發生的 面對經濟問題 需要政府緻密的來討論 不是隨便框一個金額出來 因此立法院需要審議其合理性 好啦所以大家也可以看到了這個廖先祥啊 他動用這個特別預算之類的這個目的 是為了以後戰爭 中共以後要打過來的話 我們要防守我們自己的話 他不給過他凍結住 為什麼我們要養一堆青塊呢 為什麼我們要濫殺一堆岳飛呢 所以在你們心中 其實你們是支持青塊 你們非常痛恨岳飛的是嗎 如果是這樣你們公開講出來 那個莫納魯倒也譴責一下 那莫納魯倒要抗什麼日啊 抗日不對啊 凍結 凍結你預算 凍結 反正你打輸嘛 凍結 你根本不是民族英雄 你讓所有的原住民都去S 凍結 去嗆啦好不好 你們愛的那種中國古代歷史的偉人去嗆 什麼文天祥啊 斯科法啊 全部嗆一遍 鄭成功也嗆一下 台灣所有鄭成功要拆除 抗什麼清啊 都是中國人抗什麼清啊 凍結 今天影片到這裡結束 喜歡記得訂閱我不想記得 一定要把我封鎖我是吧 下次見了掰